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台湾时间晚间七点公布了 由挪威作家福瑟获奖 福瑟在1983年出版了处女作长篇小说《红黑》 之后在戏剧 儿童文学 还有散文的方面 努力创作到现在 今年瑞典学院是以其创新的戏剧和散文 表达了不可言喻的事物 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